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给大家看看我手上仅有的两株贝姆兰 这两株贝姆兰都是原生品种 但是它们的模样非常不同 这一株是迷你型 它的生长习性非常的自由散漫 到处乱长 长得非常快 另外的一株是相对大型一点的 是一种特别的品种 贝姆兰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种 它们两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比较Soupab长得比较圆润漂亮 都看起来有一点像是透明的样子 你看两株都是这样子 这一株的名字是Folidota Imbricada 这一株在我手里已经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长了两个新枝 就是这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新枝 还有这个枝已经相当大的这个枝 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花 目前为止没有看过花 它们看起来很健康啊 圆润饱满 叶子也非常健康 不开花的原因呢 我不能确定 它们喜欢呢 这个呢 这一株呢 比较喜欢湿润 没有强光照的环境 它现在的质量呢 是水苔 永远都是保持湿润 它坐在我花架的第二层 没有阳光直射 看起来长得相当的健康 就是不知道今年长的这两个新枝条呢 有没有可能开花 它们的花期呢 很短 只有一周左右 是小花 卖税状 长长的一串 所以呢 有的地方呢 也把它们叫做项链蓝 我不确定它不开花的原因呢 是不是一直呢 因为它在室内呢 没有温差的缘故 这个呢 我目前还不能确定 看看今年的情形会怎么样呢 另外一颗呢 这一颗在我手上呢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它的名字呢 是Cylogyne fabriata 虽说只有三个月呢 但是长得实在是非常的快 这三个月期间呢 长了很多新的枝芽出来 你看 差不多每一枝 都有新芽 现在是五个新芽 这一株呢 开花呢 是在每年的新枝上 长成以后开花 会在秋天开花 每一个成熟的枝条中间呢 都有可能开花 就是两片叶子的中间 会长花亭出来 每个花亭呢 会有一到三朵花 花不大 但是花期非常长 而且很香 这个我相信 今年应该有机会看花吧 因为现在你看 有这么多新的枝子长出来 它们给我很多期待 这个喜欢明亮的散光 它们呢 在我花架的第一层的拔角 这样的话呢 早上有一点阳光直射 目前为止呢 这一株在我手里只有三个月 它现在的植料呢 还是 Bark Mix 全是树皮 我没有换过植料 看起来呢 目前长得不错 生机勃勃的样子 好像每天都能看到 这个新芽在长大似的 长得非常快 它们新长的每一个枝条呢 都不断地向外延伸 你看 这些气根在外面的呢 都有点干 都是好像有点干掉了 但是目前看来呢 并没有影响它的生长 今年如果有机会看花的话呢 在花后呢 我应该会把它换成一个篮子 一个扁而宽大的篮子 这样的话呢 给它充足的地方呢 让它生长 它看起来呢 是一株长得非常快的兰花 这就是目前呢 我手上仅有的两株贝木兰 它们的模样呢 和生长情况呢 完全不同 如果你手上也有贝木兰的话呢 我很有兴趣了解 它们的生活情况 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